我叫C罗,我是一个伟大的足球运动员,也是一个性感的模特,甚至还曾经演过电影。 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是谁,那你肯定是生活在岩石下面。 我知道你们都想了解我的故事,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一些吧。 我小时候,我的家庭条件非常贫困,我父亲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木匠, 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个家庭主妇,他们总是忙于工作,没有时间陪伴我。 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这个世界打倒过,我总是坚信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。 我的足球天赋非常出众,我在球场上总是能获得胜利,但是我却经常忽视了我的团队合作精神, 我总是认为我是整个团队中最重要的球员,所以我经常忽略了其他队友的存在。 在我年轻的时候,这种态度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,我经常与教练和队友发生冲突,因为我不喜欢别人指挥我。 我认为我是自己的主人,我可以自己做决定,我在比赛中表现得很自乎,这让我被认为是一个自大的人。 但是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,我只是知道自己的实力,我的足球事业开始于小小的博尔图,那是我第一次加入一个足球俱乐部。 那时的我年轻而无知,但我充满了自信,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。 我开始训练,每天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,我很快就成为了博尔图的主力球员。 我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媒体报道,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和实力,开始表现得有些自大。 我记得有一次比赛,当我被换下场时,我非常生气冲向了更衣室,但是教练和队友们及时地制止了我,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的行为。 我的足球事业迅速发展,我很快就成为了曼联。 黄马和尤文图斯等一系列世界上最伟大的足球俱乐部的球员。 我在这些俱乐部获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,但我始终相信,我还可以做得更好。 有一次我的队友奈尼抢了我的进球而且越位了,我大发雷霆,指责他的行为让我失去了完美的记录。 当然,这对于他来说并不公平,但对于我来说,我必须维护我的领袖地位和完美的形象。 另外一次,我和鲁尼在球场上大动干戈,这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 他不知道我是球队中最重要的人物,最终我胜利了,因为我是更强大的那个人。 还有那次我在比赛中想要尝试一击非常特别的任意球,但结果是我踢偏了,球砸中了看台上一个女孩的脸。 我当时非常难过,但事后我意识到,我只是一个人类,犯错是很正常的。 总的来说,我的足球生涯非常丰富多彩。 虽然我并不总是表现得完美,但我始终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和球员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生活的奇妙故事,我建议你去问问我的前女友们,他们一定有很多好的故事跟你分享。